帥炮明將軍說台灣的時間不多了 你看看剛剛單身廣教說 美國到處碰壁 大陸網友你們可以放鞭炮 我們要放鞭炮嗎 我們應該思考這是說 如果是大陸的大國崛起 然後美國是走下坡的時候 一直把美國當爸爸的 這個目前我們的政府 走這個抗中保台的路線 又是繼續把美國當爸爸的話 對我們有利嗎 對我們是警訓 可能這爸爸沒什麼用了 就你當初押寶全部靠美國 一切以美國馬首是瞻的方向 本來就是錯的 即便如果說現在美國 還是第一大國那也是錯的 你本來就是應該在兩強之間 取得平衡嘛 所以單身廣教你看 你分析這麼多的這些各國 包括東協那各國 有誰選邊站 對啊 沒有人要選邊站啊 我們為什麼笨蛋要選 最不應該選邊站的是我們 結果我們率先選邊站